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批准Amazon的无人机送货 主要原因是这项业务符合联邦航空局法规Part 135 内容允许Amazon的无人机队可以使用不需遥控驾驶的方式 在超越视线的空中范围内完成送货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并不是联邦航空管理局首次批准的无人机送货 因为早在2019年4月Google母公司Alphabet就已经通过申请 可以让无人机Win在全球范围内测试无人机送货服务 且跟上无人机送货科技 2019年10月联邦快递则是第二家拿到批准的 不过Amazon对于无人机送货业务的发展可以说是野心勃勃 因为公司不止已经定下30分钟内空中送货到辅的目标 且根据2019年8月Amazon向FAA提交的无人机送货请愿书 内容已经规范出在低人口密度的地区尝试不超过5磅重的包裹运送测试 且为了加强送货包裹的保护力 Amazon不止早在2018年就申请下空运包裹安全气囊专利 能在高5英尺到25英尺的空中直接投放邮包 并且安全坠落到收件者家门口或庭院不会损伤包裹内容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矶的综合